幸福和快乐的人生是没有人都很向往 想想你当年排除万难 放下你的事业、放下你的前途 放了一层楼去移民 为的追求你认为一个更加幸福快乐和有安全感的城市去居住 但是幸福和快乐不容易较致 独黑岛又未必可以保持住他 可能稍终即逝 甚至我们不容易为幸福快乐下一个简单的定义 不过今天搬个名人出来看看他怎样定义 温家宝 因为温家宝有很多证据 他说话是很慢的 一定听到的 他离任前一年 春天北京召开人大政协会议 中国领域人真的比香港的领域人好很多 做出场都读得很出色 竟然是一个网上答问 是接听全中国人民在电邮和总理对话 当然这些有所铺排 但是掌握民心 第一个问题 就是当年很多老百姓要问的问题 三年前中国GDP多厉害 每年超过8.5%的经济增长 现在是第几多? 哈? 哈? 你们都不知道 总之有二有三很好 你看看家园是几惨的 缩水的 现在一对6.9%没有7% 所以你给我的港元费我亏本的 亏了水的 要补回10%给我 但当年中国经济爆发起 但是中国人觉得 我们是不是开心了呢? 于是很多评论就说到 中国的GDP和中国的幸福感 是不是挂钩的呢? 因为中国穷了这么久了 一定GDP增长 收费增加 幸福感应该在团面提升 但是很久发觉不是 我们发觉以前更开心 于是温总 第一个问题 当然是做梅子的了 讲得明白 但是做梅子做得高明 有老百姓问 总年 摘列宪中 什么什么叫? 什么叫幸福呢? 什么幸福呢? 总你摇备已经 这个幸福吧 就是我们今天 活得很安心 很放心 也很舒心 并且对明天充满信心 并且对明天充满信心 一贯温家保释的讲话 很动听 很好听 但是很虚的 这就是温家保释的谈话 很直接 幸福在哪里 幸福在哪里呢? 你问医生 什么叫健康啊? 什么叫健康啊? 什么叫健康的体白啊? 没有病 没有肚子 没有健康 那么简单 但是 其实 幸福快乐 其实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就是 把不幸福 不快乐的因素 拿开它 这种东西 心理学大师佛乐医德说得好 人生有三个痛苦的根源 你看看你中几个了 第一 天然灾难 温哥说很安全 下两场雪已经 鬼散吵了 猛骂政府 又塞车 最多两场雪 没有什么天然灾难 那条什么非沙河 不会泛滥的 不止长江一年泛滥几次 天然灾难 就是在日本 日本不如分 年年风灾 日本又地震又可山爆发 没有安全 天然灾难 没得避免 第二 老和疾病 病痛 难以避免 但是 在一个比较先锁的城市 或者在香港 在温哥华 在加拿大 我们的医学比较昌明 医疗系统比较完善 可以减少这方面的痛苦 第三 人际伤害 人际伤害 其实是令到我们最痛苦 所以我们要把这些 不开心不快的东西拿开 就可以多些幸福快乐感 但你发觉 有些事情 无法避免 即使你身为一个日本人 你就要面对 那种天然灾难 所以日本人 很喜欢看櫻花 櫻花很有日本的民族 那种宿命 于是他们要生得灿难 因为生命可能很短暂 很特别 原来那种生存的环境好影响到一个民族的人生观 我今天跟大家讲一件的经文 一节那么多 就是在马太福音很熟悉 十一章 应该是二十 六节没错 凡劳苦三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死里来 我可以叫你们得安息 这些经文 很多教会很喜欢 将它放在门口 凡劳苦三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死里来 我可以叫你得安息 当然一个如而定非 只是真正那些 做苦力 做丹丹抬抬抬的 不是那些 但是 其实我们每个人 都背着很多重担 你说李生 你太不了解温哥华了 我是来自一个多开心 天天出去 也听到最多的说话 那个说话是什么呢 这个叫列治民金句 列治民区的餐厅、食肆 你来住一年半载你都吃不完 因为有些新的,有些开的,你只是在那里 你不停地吃又是吃,总有新的开,总有新的什么 你永远是吃不完的,这个是列治民金句 我们多开心,我们又不用人占中,多好啊我们 各方面都有,唯一是楼价升多少 不如有几层的不要紧,几间不要紧,又炒起它 我们多开心啊,真的 温哥怀全世界其中一个最宜居的城市 其实我很喜欢在那里,有没有位置啊,牧师 但是,上次要把我放在香港 其实二十多三十年前,我绝对是有这个机会和条件移民 我当时升岛万步还牵扯 升岛老板狐仙手下第一外仗 我喜欢去哪里,很多办事处 那时候升岛是狐家的 我去哪里去哪里,就去哪里,就坐第一个位 但是我仍然决定来到香港 我还在想怎样 但是,当你深入和大家聊天 是真的,一家不知一家事 每个家庭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忧虑 不同的重担 我试试说几样 一个重担是,你摆不下过去 或者你仍然摆不下过去 你那个在香港在哪里的光辉日子 或者你摆不下过去 曾经在成长过程当中 去受到一些的伤害 受到一些很难承受的痛 那些伤口,你不敢去处理 你不敢去斗它 埋藏在心里 原来过去很多历史 我们今天仍然摆住 摆不下 其实很多的忧虑 很多的抑鬱病 就因我们没有去处理过 一些经年累月累积了的伤害 第二个 你摆住很多人 除了家庭负担的必需之外 你摆住很多人的期望 很多人对你的看法 很多人对你的批评 很多人对你的要求 背着很多东西 可能甲木同工 或者做任何的领袖 你就背着可能的期望 哥哥不同 你怎样满足这么多人 于是你是背着很多人的期望 你背着很多人的 很辛苦 第三 你背着你自己 对自己的期望 对自己的要求 然后呢 特别很多移民 特别以前那些 很有工作能力 很有表现 很有理想的人 到这里 真是有时候英雄 无用无知地 你可能要改行 你要重新去学习 你对自己有很多要求 很多期望 但未必 每一样都达至 于是 你就背着自己 或者你自己 知道自己有很多东西 你知道自己有很多坏东西 表面 好好好 但你里面有很多坏东西 你不敢告诉别人 你有很多缺点 很多病态 自己在隐藏著 你不敢告诉别人 自己知道 又背着 但是一个比较更加普遍 就是背着 对将来 未来 可能变化的忧虑 特别在加拿大 Lay off 就是生菜 吃生菜 就是随便 一个经济的小小的转变 又兜了大班人 很多东西 温哥华可能好少少 因为你们可能很多都 一只脚踏不上岸 他们多伦多 看到一些朋友 第一个就说 最近又被人兜了 不要紧要 他们很惯 翌日又找回 但是 原来很多东西 都不是可以 得住的 特别现在这个世代 找工 香港一样的 没有什么长工找的了 不是当时公务员金饭馆 现在进去公政府做事 都是短弱 两年 可能就兜了 没有东西是永恒 更加担心健康 突然间很多人 很年轻 突然间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没有不良习惯 没有任何的围团 就出事 一个月总有两三个这样的朋友 不知道为什么身体又出现一些 令人相当担心的冒状 总是有什么样 有哪样 简单的有柴有米 当你有柴有米 又担心后院失火 又担心哪样 其实很多问题都成为我们的重担 犯怒苦三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多久 可能信耶稣 无非拿一张天堂入场券 将来是可以上天堂的 于是 我可以坐尾班车 是不是 临到差不多了 才能信 不用那么快被你绑住 什么都不能做 不能玩 很多这样的朋友 有人说 天堂很寂寞 为什么 因为我的老友全部在下面 天堂我未去过 是凭想象 凭圣经 天堂是一个境界 就是当我们死后 既然很相信 我们一个永恒的生命 我们的灵魂会上天堂 天堂是一个没有眼泪 没有改变 一个永恒的地方 在温哥华很多人去坐游轮 我最后学过名词的老人与海 老人最好去坐游轮 他比岸上更便宜 很爽 上船 接着船的老人与海 温哥华版本老人与海 有个故事 有个老人家 又坐游轮 当然不是这么短度去阿拉斯加 横到大西洋 去探旅 谁知道船到中途出事 去时船长 公布大家穿旧生衣 在哪里集合 演习过 等等 老人家坐在甲板上 仍然喝着一杯可乐 可以欣赏海景 船人说 阿婆婆婆婆婆快点走 我们要穿救生衣 我们可能会出事 快点穿 他说我这么老 不用穿了 不用走 他说不是 可能真的出事 你会死 不要紧 我很定 如果我不能死 船继续走 我去到美国 我见到我女儿了 船沉死了 我回天堂 又见到我死鬼老公 又见到上帝了 我怕什么 我怕什么 从这个老太婆所想的事情 天堂不是死去 她此刻能够面对死亡 人心惶惶 仍然坐稳 跳仪 怕什么 连死都不怕 你怕什么 这就是天堂的入场卷 是即时对应的 那改变来得很快 很快 这二十多三十年来 其实我一直都很努力去传福音 这是神给我的使命 我不断努力去提升说话技巧 我师父很厉害 我师父教我两件事 很简单 演讲 讲话不要拿稿 一拿稿没人听你说话 第二 多讲一些故事 多讲一些关自己好笑的故事 我师父的临思齐 临思齐 临思齐 临思思省省督教了几样东西 他说有崖的人生 已能满足无崖的欲望 一世记得 有崖的人生 人生是有崖的 那几十年 欲望无崖 但是你怎能满足到呢 所以你看见临思齐的晚年几封城 其实他所赚取的 不是几多名誉 是几多世界 有几多世界 他经常说 你要找到世界干什么 他经常跟李嘉诚经计 你要找到世界干什么 你要享受这么少东西 你看看 人总是要催求改变 说在诚哥又讲了诚哥故事 我师父教了很多故事 有很多故事 李嘉诚很喜欢讲故事 很喜欢讲自己的故事 不知道为什么临思齐教他呢? 前几年李嘉诚在内地的长江商学院 毕业礼演讲 他对着当代的中国精英讲一个题目 很宗教性的 叫做行动改变天命 整个报道会的题目是这样的 行动改变天命 一会我都会讲的 用行动改变你的生命 他说原来诚哥的童年很坎坷 十四岁丧父 他妈妈拖着几个 带他去乡下 找个看相佬看相 潮州人看相都差一点 这个看相佬一看李嘉诚的样子 又瘦又瘦 射财样 他说这个孩子 都难成大气 养得大 但是保理大算了 注定李嘉诚没有发达 你的样子射的 你才是营养不良 妈妈很担心 刚刚死了老公 就想到孩子会成才 谁知道看相佬一批 承哥 承仔的时候不是承哥 此次都难成大气 一样得大都算你好云 承哥说我当时安慰妈妈 妈不要紧要的 我们努力 我们可以改变 他当然说他的庭年故事 当然李嘉诚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 他送给同学们 也是三句话 我很喜欢说三件事 正行 正知 正念 正确的行为 行动 正确的意念 正确的认知 这就能够帮助到我们去改变天灵 当然很尊敬这位 所谓的全球的华人首富 特别的几天我都去到耶路滩去看看 温哥华的李嘉诚 那是他 耶路滩很厉害 但是 有几天李嘉诚 就算 你比他更高的学识 就算你完全找到李嘉诚那种成功的哲学 今时今日 很难再有第二个李嘉诚 命运是不容易扭转和改变的 有时在香港我看见那些住劏房的孩子 去深水埔探龙屋 那三十多尺的地方一家四口 食是主到什么在那里 真的 这些小孩 你怎样可以改变他的命运 知识可以改变命运 但是这个环境 你怎样可以让他充分吸收知识 尽管人有大志 尽管行为思念也很正确 有时有些事情很难改变 李嘉诚的成功当然有他的因素 但是正行、正知、正严、行动是不能去改变天命 人是不能成天 还要有很多很多环境 当然我没有办法教大家 好像李嘉诚那么成功 但是我相信 我们可以让他更幸福 可以让他更快乐 豪门恩怨不是电视剧永恒的题材 活生生在很多地方 特别是香港 看见很多家族 因为那种欠身家各方面的事情 有很多问题 永无灵 一家人 都是这样 我想起来的人物 有改变的 今天下午我们讲政治 所以我讲新题目也有点政治 角度不同 我常常觉得他是一个 只是他而令香港命运改变的人 他叫梁錦松 梁錦松是香港的青年财政 财俊 他的条件能力 绝对就是第二任特首的接班人 他部署做财政指示长 就坐在董建华身边 董建华开车 他坐在司机位旁边 鞋开车 鞋熟了 董生退 梁錦松的照片 如果梁錦松不是因为一个小小的疏忽 它是自己引咎辞职 他对自己要求高的 他是一个很高傲的人 他承受不起全媒的冷言冷言 梁錦松下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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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是当年自己一个小小疏忽的时候 香港历史不是这样写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香港历史的时候 我今天晚上也说 我们参照历史 很多时候在历史的转弯位一念之间 就完全改变 当然今天不是说梁金曹的政治史 就是因为他跺了马 他自己在仕途上失忆 翻到正常的社会 上帝找到他 一家都顺着着 并且很认真认真地信仰 他曾经接受过信报的访问 那一篇剪报我保持着 上帝给我上了宝贵的一货 他自己说 我以前太自信了 有点骄傲 我得罪了很多人 以为自己做得对就去 他说上帝让我学到功课 我事缓则缘 这些事情不要这么急 放慢一点就想得完美一点 更重要是他知道 这些事情要欠虚 虚几 一个骄傲的人 心中没有常怨 但是人的尽头 人的破碎 人的失忆 就是上帝的开始 就这么奇妙 人生的剧本 就是这么不断重演 很多很骄傲 很自信的人 当你失忆的时候 发觉 人算什么 上帝就是 上帝被他上了宝贵一幅 今天他很谦虚 以荣神亿人虚己 作为他人生的座有名 以前不是这样的 以前那种自负法 很特别 就是这样的人 梁錦松放下他的重担 他背着很多自己 太多自己背着 神叫他放下 放下自己 他开始学习 背起十字架 到处 他愿意去宣扬 生命的见识 不是说自己 什么威衰事 而是 上帝怎么样 好好地教训了他 发觉整个人 充满了一种真正的喜乐 以前做官看他 他已经有瘦了 打住你面 就是硬硬学笑 那种辛苦压力 放下了 生命 改变 梁錦松 在人间 找到天 你会问 信耶稣 是否犯犯也好 我看你都好像有多好 我不是好 但不是好 很大压力 很多的东西要处理 但这是我选的 有些朋友可能你听过他的名字 你不懂他 但他的新名字可能有听过 有没有听过 有没有听过刘俊涛 有没有 刘俊涛 这位朋友 相职很多年 很聪明 华人仔 入广大 其实华人仔很聪明 做理科 理科很赚钱 做医生做什么 做理科 他是选文科 选文科 入广大 选法律 也行 做律师 李柱明看见那些小孩 说很聪明 李柱明把我学的东西都教给你 很聪明 但他 最后 我不想做律师 我想做记者 做记者 我自己做过就知道 不够交出工资 很辛苦 很辛苦 就算做记者 也做得很好 做得很出色 做到明报的总牵策 那是怎样 被人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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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这么有良知 一个这么尊重即使的暴人 这些案件没得破的 这么多年没得破的 凡在这些买空 斩人的没得破的 不料了之 想想一个人 我为社会 为专业赴上这么多 噢 我是一个基督徒 又 禁爱主 对人 没有规待人 没有做任何的坏事 她太太我熟悉 她说 我们一家没有欠债 没有任何感情的糾纷 没有欠任何东西 没有任何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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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社会 为人群 去奉献这么多 而到最后 差点命都没有了 当我康复之后 写了一篇文章在《明报》 标题是 窄路险徒 窄路险徒 无怨备 窄路险徒 无怨备 没有怨 没有后悔 是我选的 我喜欢走一条路 欣责满怀 全心事 文章下半段 说到她在冤日子 读回诗篇二三篇 我虽然行过死任的忧谷 也不怕遭害 神与她同坐 神帮助她走过死任忧谷 仍然无怨无悔 欣责满怀 这是真正的信用 人间的天堂 不是一帆封信 不是金银门屋 将你的徽春全布实现 而在任何恶劣的环境 在人看来最艰难的日子当中 仍有上帝 仍有上帝与你同行 与你同在 同行人生 天堂 就是我们 如果跟高华去探朋友 真的很羡慕 你知道香港居住环境 你这个厨房大 那间屋很多都是这样的 但是又看到一样东西 你这间屋几千尺 其实我们经常就在这里 是吧 有一个厨房 就是厨房 厨房的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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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那些地方从来不去坐 你就是在厨房那里 是不是这样的 阿嬸 阿姐 阿姨 阿姨 你才知道 就在那里 厨房 厨房很重要 对你来说 厨房很重要 厨房就是代表我们寻食 所以每人心中得一个厨房 我们为生存而努力奋斗 因为为了这个厨房 我们做了很多 我们未必很喜欢做的 我们很大压力 承受很多东西 就是为了保持这个厨房 保持一家可以过好的生活 为了生存 每人心中都有一个厨房 但是如果心中 一生当中 你只得一个厨房 你很失败的 你一生就是为了一个厨房 而去生存 是很失败的 所以我们心中要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中黄 这个中环被谁占领了 中环是代表我们心里面 都有一个最高的生活的价值 为什么占领中环 不是西环 不是上环 不是长沙环 中环是香港政治 经济金融中心的象征 政府总部在这里 汇丰总行在这里 长江中心在这里 美资银行在这里 中国银行在这里 占领中环 就是向香港人的核心价值挑战 意义在这里 其实我每人心里面都有一个中环 就是我们究竟人生 看哪一件事 是我们的核心价值 如果人没有价值 没有理想 只得着手 然后厨房就很满足 周星辞说的 不是我说的 你和咸鱼没什么分别 人没有理想 和咸鱼没什么分别 但有时候慢慢我们腌下腌下腌下 特别在温哥华那样安逸的生活 我看见很多人 以前是鲤鱼来的 鲤鱼 鱼约龙跳 是生鱼来的 打极也没有事 现在看见都像一条 什么鱼啊 金鱼 金鱼鱼鱼 不是啊 像那些什么 烟熏三文鱼 就是腌了放很久 放三年都没有变了 没有了个中环 一个厨房 是不是很可惜 所以我们仍然要有中环 心里面的中环 我要有理想 所以当我看刘俊图篇文章 责路险奴 无怨辉 恩责满怀 串心诈 一个报人的这诈 做新闻工作 求名不移 求利不厚 我想当年我自己在星岛晚报 和我高位向下走 很多人笑我 傻仔来的 怎么搞错 做这些选择 但是看见一路行来 准管很多挑战 很多压力 承受很多很多的事情 但是恩责满怀 全身诈 就是因为责路 因为险徒 正是我需要上帝拖着我走 有主同行人生路 哪里照着他 我昨晚想说 上善弱水 水善万物而不争 他不跟人争 所以任何人可以接触 任何人可以去 就是能够 在这个变幻世界当中 仍然掌握到我人生有理想 有价值 我经常都劝勉年轻人 我们要立大志 做小事 好像很矛盾 志向要大 但是不需要做大事 像我这样的人 做什么大事 但是我做不到大志 我立大志 我大志是什么 我要改变很多人的生命 我令到那些破碎的家庭可以重建 令那些变成死鱼咸鱼的可以翻生 令那些前度很忧虑 对明天很忧虑的人充满盼望 令那些从来不敢说的人 会出来去讲见证 我是做了很多这样的人 每年我是带很多人信耶稣 送给那张天堂入场卷 不是二十年后兑现的 是即时有效 即时有效 生命可以改变 我们有我们的中和 并且我们心中有我们的天堂 有我们的天堂 天堂是一种虚幻的东西 当然每个基督徒都经历过我们在生命当中 我们承受这个救恩之后 我们一种离开罪恶的捆锁 那种的撒脱很重要 有人会问 李生你说的也挺有道理 始终有一件事 你无法用科学去验证 这个上帝的存在 特别那些很有科学透露的人 我们用逻辑论证的方法去回应 其实尋找上帝 如果是靠你去找到的时候 这个上帝就是你 你找到他出来的 即是你发明上帝 其实不是这样的 是上帝来找我们 今天 上帝叫我去香港 半年前 不知道占宿那么快 知道就不来的了 当然在香港看着 说一来就来 但是无怨无悔 来到是好的 上帝叫我来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 将适当的信息 那些上帝曾经深深感动我 改变我的信息 跟大家去分享 天堂在哪里呢 上帝是参入了三条频道 Channel1 Channel2 Channel3 你教得适当台 你教不适当台 当然不行 第一台 我叫他做宇宙人生台 就是静观宇宙人生万脈的转变 太阳是星神的尘暴 那种秩序铺塵 虽然我昨晚唱首诗歌 人算什么 日月星神的尘暴 人如何的渺小 这个世界是谁去做的呢 怎会是 啪一声啪出来 这么有秩序的呢 这个很哲学思维 是静观万脈 去参透宇宙人生背后 那只无形之手的 上帝在哪里 这些不是个个得的 这条频道呢 一定要看圣经 一定要看圣经 圣经 就是从创造人类的开始 宇宙开始 到人类的结局 两个 一头一尾都说了 整个从创造到人生的终局 全部都说了 你读圣经 你可以找到很多上帝的子民 用心读圣经 回来教会读圣经 第三个简单些 是基图的见证 这个比较容易接受 和感性一些 就是有些版本给我们看 人们想耶稣会这样改变 于是我觉得 我也想要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放下自己的骄傲 放下自己的重担 救恩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这么简单 没有力这么简单 基图很笨 有这么笨的方法 为什么上帝叫他儿子死了 又钉十字架 这么辛苦 简单些 又要搞那么多 你读圣经的问题 其实千多二千年前 有一答案 你看哥林多前书一章 一个很棒的哲学家 叫保禄 他已经答过一个问题 这个十字架 这个方法 在灭亡人看来是很如绝的 但是在我们得救人当中 看来是神的大能 就是说在人看来的方法 为什么这么笨呢 因为我们笨 神没用笨的方法 来让我们明白 如果用祂的方法 好心我们就不明白 就这么简单 就是这么简单 不简单 经常说 如果有人 心里承认耶稣为主 口里说出 他用死里复活 口里承认耶稣为主 心里相信 他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 所以入其他宗教等等 又进会仪式 搞多东西 这个教很简单 信耶稣 回教会 两样东西 没有其他东西 信了耶稣跟着回教会 就这么简单 最笨的方法 但是 就是 二千多年来 教会用的方法 相信 相信 宇宙创造一位真神 他创造人类 但人类犯罪 堕落 离开了神 怎样令到他们 可以回头 神就想到一个方法 看人看来很笨 其实这个显出神的大能 就是 猜显他儿子 道成肉身 圣诞节 降世为人 经历人间百般的痛苦苦难 最后 十字架上钉死 这个十字架是基督教的标志 他本来是罗马人一个最残酷的刑具 这个刑具很惨的 因为 不是一刀斩下去斩手就死了 钉十字架 如果那些大脑是熬一天多才能死 是熬十几钟才能死 因为这麽残酷的刑具成为基督教的标志 其实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 我们建立了一种横向的关系 就是一个重新得救基督徒 他心中有爱、有温柔 于是他建立很横向的人气关系 直向重建人和上帝的关系 所以每个基督徒 一个真正基督徒 他重新得救信耶稣之后 回教会之后 他灵命成仰之后 他完全改变 他跟人与人的关系改变 他跟世界的关系改变 他不是再去过这样 营营营营追求无崖的欲望 他同时跟神的关系又重建 那里就是天地 昨天四月是我经历人生一个很测量的日子 其实我相信我有一个很高的EQ 我相信我各方面的情绪很稳定 很懂得处理难题 经常帮人处理难题 但如果自己面对一件事 原来自己很难处理 因为四月我大女出嫁很开心 我们父女情深 我们一家人很开心 我们一家四口很紧密 很开心 但同时我最爱的父亲 为Ken 复发第二期 医生说老伯日子倒数了 一计算日子 那几天 正是他最爱的长女 长孙女出嫁 于是 危机管理意识出台 K计划 B计划 C计划 狀正一天怎么做 早一天怎么做 此一天怎么做 全部计划好了 但准管有很多周长计划 但心情的折磅 好像这边是在扮着最开心的喜事 这边在扮着 那边在哪里行礼 那边在哪里行礼 这边在哪里行礼 这红白意识一起发生 和最特别 都是我生命当中最爱的人 我相信为人父母会感受到 当然我们继续祈祷 其实神已经听祈祷了 神已经令到我父亲已经信了主 并且祂和我祭母都是在我主令的报道会 一个举手 他坐了第五牌 两个一起举手 我忍着眼泪 我还有谁信耶稣 结果是她 我的女儿出嫁了 隔了第六天 昨晚深夜接到医院的电话 知道差不多了 我们赶到医院 一直相瞒着她 熬了十多钟头 说女儿和女婿都下班一起来到 这件事牧师经常做 临终祈祷 那天我们几天弟姐妹 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牽着手 围在父亲的床前 为她做临终祈祷 我天上的父亲 多谢你赐到我地上的父亲 今天我地上的父亲 要离开我们 回到天上 祈祷安逸 接她的灵营 威气 我从未感觉到 天堂和我只差一步 我送父亲 送到天堂口 阿爸你先走 我会迟些 都会来的了 我们有伤心 有眼泪 但是我们有平安 我们有平安 这件事 不是你留下多少身家 留下多少物业 可以留下多少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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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父子情很深 你听父子情 你明早一定要回崇拜 我们在天上的父 讲中文的父子情很特别 是隔了一点点 是隔了一点点 可以保持一些距离 父子是这样的 送走父亲 天堂只差步 我上一次来温高华 好记得2003年 沙士 当年是恩语之声 请我去苏伦多温高华领序会 当时未叫沙士 爆发禽流感 已经传承风声学类 03年 上一次03年来的 加11年 是不是缘分 是不是神的安排 竟然是11年再来温高华 03年很特别 接着回去沙士 我的机构承受空前的压力 是第一次基本差点没薪出给同事 但是很奇妙 沙士过后 我写封信给读者 一个星期我收入百万奉献 我跟着在网上说 我够了不要再给 我来给其他人了 还要来的 于是我成为了个叫关怀基金 一个机构有余 和人分享 你只要来申请 不用查 只要有个机构做中介人 带你去申请 是紧急需要金钱 24小巢批出 现金赤送到 我第一个收的案 是玛丽医院目 她是一个病人 内地来的新移民 来到香港癌症 她家里不理她 丢下玛丽医院 她要接受癌症治疗 打防针针第一支 4000元 立刻批4000给她 几日之后 隔了一段日子 过几星期 与木打来 她说那女士离开了 她临去之前 她托我多谢她 她说她一生人都不开心 来到香港以为 娶了个老公 可以有下半生可以安乐 谁知道一癌症 夫家不要她 丢下了她 在医院的日子 癌症日子 她最开心 竟然这么多人关心她 多谢阮目带她信耶稣 我不知道对她有没有信耶稣 也带她听福音 多谢时代论坛 她不知道是什么 她不懂她 竟然可以 无端百次 给4000元她打第一支抗针针 我们收到软木的信息 我们一起去祈祷 让全个童工 我们一起感恩 犹怒 我们做了神教的信息 沙士那年 很特别 大家问沙士识变 我竟然向神祈祷 我神辣的时候正是你用我的时候 哪个地方需要我就会去的 你让我去医院吧 你让我去那些重灾区 个个怕我不怕的 我写信给医院的老友记 我说你有需要我随时来的 当时拿大嫂衣的护士长回又给我 他说好多谢你 你的信已经给我们足够的鼓励了 他说这样吧 现在也不方便你 你送一些报纸来 你录一些音给我们听 好开心 所以我成为一个生命当中很好的朋友 神听祷告在沙士之后 我竟然走坏全香港各大医院 帮他做培训 跟他讲道 讲到信息 都走坏了 神听祈祷 真奇妙的 所以不要乱祈祷 神听的 去陶大花园 董太太去那里 董太全副武装去陶大花园 我求神叫我去陶大花园 但他去陶大花园怎么去呢 乘车不是的 不让你去 去到有人听你说的 有一天有个老友 可能你听过的名字是余德顺 这个就是认真老友 那好 有个人拍档 没钱的 你拍档 去陶大敢不敢 去陶大做什么 说拖 他跟行龙集团很熟 陶大那时候 沙子解除了 就解禁了 于是陶大就解禁了 跟着就做些事情 如德顺就安排了一系列的讲座 在陶大商场中间公开讲座 跟陶大那些追问去讲话 我负责两天 两天都有个美女跟我拍档 第一天那个叫做罗惠娟 第二天那个叫做茶小欣 大死气 你知道我们不会怎么夹当 跟茶小欣没问题 这些阿姐我认识他很多年 他做周刊总编室我认识他 我那时候升万总编室 他是八卦周刊总编室 差一大绝 他赚了很多钱 我跟光蛋 跟茶小欣没问题 这些我们一开咪就跟咪说 跟罗惠娟 怎么算好呢 第一不熟悉他 第二他聋的嘛 对话 对话他听不到我说话 怎么对话呢 又不可以重复稿 没有的 你知道我没有稿 他也没有稿 怎么算好呢 早点去谈两句 我看着见他刘惠娟 他说锦洪行 不可以的 你只要看着我说话 俗信 我明白的 我接到的 你带着我说就行了 天衣无缝 两人的对话 听到那些涂大居民如痴如醉 句句话 深入 深入 创伤的深入 深入的家庭 很感动 于是 我认识了 罗惠娟 成为好朋友 我是浸会大学当时浸会大学一个宿舍的社监 荣誉社监 经常安排名人去大学 帮他们说话 有一次跟他们开会 他们要找一个明星艺人去听他说话 那些高桌子饭 你以前读大学我一定有读过 他说我们今次在沙田买会 搞个高桌子饭 帮我找个艺人来 我想我找了智叔 智叔突然很忙 想我找了郑芷成 他晚上做音乐情人又不行 我提了罗惠娟 好 救了罗惠娟 我请了罗惠娟跟大学生去说话 他说 这些大学生从未那么流心听人说话 不明白为什么你经常请藝人来 牧师真是很惨 他经常听藝人 当然有看头 请个帅人来 帅女来比我们老鬼 但我们有信息 他们没有信息 但罗惠娟有信息 那次说得很好 说他生命的见识 怎样浓了 怎样不幸 听了大学生如痴如醉 结果就争着跟他拍照 那拍照不是普通艺人 拍照 艺人放上网 是对这位女性的一种尊敬 经历了人生的挫折 那种生命的强盛 后来头头布里 他有个化妆团队 那他说得很厉害 那你帮我们的团队 说得很厉害 那你帮我们的团队 说得很厉害 那他说得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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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得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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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送人的东西 给我们今天的港元 李金鸿先生 我们一起拿出我们的签签的扫手 那些化妆小姐的手很滑 一会儿和你手 让他摸我们的手 这些秘密我老婆也不知道的 昨天包了两个秘密 这个可乐 今天是摸好 和他所有团队那些滑滑的手 很聪明 很刺激 我们知道他结婚 教了一个有钱人 好人来的 不是那些二世祖 不是富二代 是恩实的商人 很为他祝福 但不幸 听到他 不须为他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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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后见他 是 我遇到他多数在山顶遇到他 因为他住山顶 我住山顶下面 我们早上去走山顶遇到他几次 有一次我看报纸 只要看报纸 知道他病房沉重 那天在山顶遇到他 我看到离远 有个女士 很受弱 走得很慢 我竟然这些前者 摇遇到他 然后在山顶遇到我 那天在山顶遇到他 遇到他 那些闻在山顶遇到他 在山顶遇到他 而逃遇到他 他留下好朋友的说话 不要常常挂着我 但当下雨的时候 他被冒冒的时候 他说要怎么下雨了 看一看天呢 我在上面 或者我会化为小雨点 和你相语 所以每逢走山顶 我看天 看到这位红颜知己 一个好朋友 离开了 今天 我带他们来 有些话 跟大家说 我再看一看一看 我再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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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想 我不害怕 你真是很坏 新人困陷 我心想 有多彷阷 我再做三个事 負资产 浓了 现在还要 capital 死了 如何形容呢 第一個負資產的被窮人 然後竟然潛水一百萬分之一的機會 都可以令我濃了 還要這一輩子都不會聽回 很自然是一個廢人 接著第三件事 就是無緣無故好人好者去驗眠 就告訴你你末期難症 沒得醫癒了 就變了死人 先講講你香港的特產負資產 那時候我沒辦法想得明白 就是為什麼我給首期的錢沒有了 我供的錢沒有了 我想不要一層樓 然後還要給錢出來 這個是令到我心裏很多事的憤怒 那時候對我來說 我真的對什麼都沒有了 不只還要加上一百萬分之一 被我中了的一輩子都變成聾人 其實那個打擊是大到 因為以前我還會覺得 人只肯願意努力 你靠自己 唯得青山在那 怕無茶燒 但去到龍 我對於自己完全沒有信心 沒有一個 被親的人都不明白你 很多的 趕不出的辛苦 因為人家不明白 人家不明白的時候 那我就要裝 多個人 你每天處身在那個環境裏面 你是要去猜測究究竟發生什麼事 你坦誠告訴別人人家不明白你 只是叫你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你也沒有賺錢的能力 沒有生存的能力 也沒有人跟你說過一句 你要不要我幫你 那時候 這樣我來說是 給肉體的受傷更辛苦 所以為什麼我去到後來癌症的時候 我這麼輕鬆 正正因為 我的耳疾 再加上後期我這個症 我終於 就好像 信仰所說的 人的破碎力出來 上帝是藉著這些事 將我遲遲遲遲遲破碎 去尋求 生命究竟你要是什麼 你的意義是什麼 當我 就是因為 我一定要比絕對人更加認真 因為我很多人不明白為什麼 為什麼 那些人會這樣對你 為什麼事件不公平 為什麼我一路都沒有做過任何的壞事 我每一路都這麼努力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我不斷在塵頭的時候 你會不會想說 塵頭 其實是塵門 敲門就是開門 敲門就是開門 今天 天堂暗門在這裡 正跟你相遇 正跟你擦身如的 不要錯過 我明天晚上就飛走了 不知道幾年之後再回來 想想 這麼多機緣巧合 既然今晚你在這裡 聽到李錦雄說出他的生命故事 其實 說多十個小時還可以說 但此刻我很想大家做一個很特別的決定 我首先很想 那些今晚有帶你的 我昨晚要求什麼 將你最愛人帶來 你今天有帶你的朋友 親人來的 你不要這樣坐 你對著他 你對著他坐 你對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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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著他 你跟他說 耶穌愛你 我更加愛你 如果是你自親 你抱著他 是你的好朋友 你困住他的手 你跟他說 你說他祈禱 因為我不認識他的 你認識他的 你比我更加緊張他 你也想你自愛人 想相信耶穌 你跟著我的行動 你去到你今天帶來的朋友 親人面前 你用你的方法 抓住他 你跟他說 耶穌愛你 神愛你 我也愛你 你出來吧 你信耶穌 讓我們成為一家人 一起 我們會有天堂的福樂 有這樣的情況 你抱著他 你帶他出來 你邀請他出來 不是靠我的邀請 不是我的魅力 不是我的口才 是神的愛去呼嘯 你邀請 你今天帶來的人 出來 決製信耶穌 我在台下等你 我跟你握手 就此而矣 就這麼簡單 很笨的方法 就是這麼簡單 有什麼朋友 你邀請你最愛的人 你先跟他祈禱 你沒有信心 跟他祈禱 你抱著他 你陪一天出來好不好 有什麼朋友 你走出去前面 你牧師和我都在等待大家 有什麼朋友 邀請他出來 你說我要信耶穌 我要在人間找到天堂 今天我就在這裏 要得到天堂 你邀請他走出來 好 有位女人家 好 握手 這是你貴親這個 你奶奶真的太好了 媳婦和你出來 說有沒有 邀請你最愛的人 你抱著他出來 邀請他出來 我不知他在哪裏 我不知今晚有多少基督徒 哪些微信主的朋友 有個朋友 你邀請他出來 讓天堂的門都為你移開 有什麼朋友呢 自己出來有時會緊張 有尷尬 但誰不怕 我出來 只是跟你握手 跟你聊兩句 然後為你祈禱而言 有什麼朋友 你願意今晚信耶穌 請你走出來 你陪他走出來 有沒有 有沒有朋友 邀請他走出來 天堂就在此 有沒有 知道了 你信了沒有 信了 誰跟你來的 你的親人 你的朋友 你邀請他 此刻 去信耶穌 讓神的愛 去感動你們 不是信我的口才 不是信我的什麼技巧 而是當中你看見一種 又真又實的信息 今晚在這裏傳開 有什麼朋友願意 此刻信耶穌 和你來的朋友 和你一起走出來 問多一次 問多一次 不要緊的 我相信 今晚的信息 我感受到 是觸感的 或者可能你剛剛來教會 很多事情你還未完全明白 但你繼續回來教會 教對三個台 可以接收到天堂的信息 靜觀萬物 看圣經 接觸基督徒 都幫助我們 可以認識這位真神 好 再問一次 有沒有人願意今晚 去決自信耶穌 不要吹逼他 但是 捉住他 跟他祈禱 邀請他 這樣就可以了 好 我們一起祈禱 希望證明我們今晚能夠 站在台上 為你傳揚福音 是何等未的事 如果看到 我在當中 很多朋友從他的眼神 從他的反應 可以看到 其實 福音的道種已經散開 是等待時候去修成 主要求你繼續幫助今晚 一些無道 初信的朋友 特別當時 那位太太 她願意決自 也都幫助他 能夠更加認識你 更加掌握天堂的奧妙 更加在他 天堂的榮美 祝福阿會的人 能夠經歷幾晚的聚會 真正 可以重新去檢視自己的信仰 會不會 你的天堂入場圈 已經 可能是荒廢了 已經無效 已經過時 要是你自己 離開了上帝 都讓我每人都得著 神的恩典 更加是抓住 一個幸福 美美人生 祈禱 奉耶穌命求 散會 都不得了 幸福 都不得了 聖地 有些人 都不得了 神明